门神话是指贴在门上的神像 在中国民间风俗中流传已久 是老百姓用来潜在起伏 守护家园 美化环境的一种民俗美术品 在浙江东部沿海的玉环 也有较长的发展历史 据玉环县制记载 清末至民国 门神话在玉环港南片庙门上到处可见 大多由民间油漆艺人绘制 我爷爷我爸爸 以前都是搞这种油漆人筹画 从小我在我爸爸那里 看到了这种记忆我就很喜欢 小学初中不初的时候 正常在家里画画 后来我高中毕业以后 没有考中大学 我老爸就叫我跟他学这种手艺 最门神话这个工序 大概有十种左右 画一对画好的画 需要八九天时间 先用碳条在木板上打底稿 而后用墨笔将底稿定格 再接下来用粒粉工艺勾勒线条 用玻璃 金属 塑料等材料 镶嵌人物衣饰 然后进行贴金 油彩上色润色 贴金贴上去 再加上油画上去 它有两种不同的美感 一个美感不行 它有任何一个美感出现 才能达到艺术的境界 玉璃门神画造型上独特 夸张 饱满 构图上讲求对称 主次分明 色彩上采用对比手法 色彩艳丽 强烈明快 富有立体感 线条刚柔结合 疏密有致 具有强烈的节奏感 独特的制作工艺 是玉環门神画的一大特色 既吸收了西方油画的技巧 又融入中国传统年画的韵味 画中体现的透视 解剖 明暗等技巧都颇见功夫 这个是御师公 这个杨林 还有那个陈阳金 万一什么什么话 就是把它的定义 动态我们都要想好 头顶到脚位置 整长度是八个头的位置 什么变成一起的话 这两双门要面对面 在左边这个我眼睛头要转到右边来 右边这个门 手站在这里 人的姿势可以转到右边没事 头必须要转到右边去 他两个人的右不是对着右看 这个是看着水门了 最早的就是成群衣食工 这是一对画在中间的门 大门中间 是一对门的门神话 如果做大神话 做多神话 门多神话 又加上这个门神话 什么形象 多神话 玉环门神话 相比于传统的门神话 特点之一是题材上的大难创新 加入罗成 善雄庆 杨林 陈咬金 等中国古代有名的武将人物 甚至还出现女门神女将形象 这里也可见玉环海岛 作为移民文化和海洋文化 在香蕉融中所产生的包容大气 海纳百川的人文情怀 马主谅是女佛 女佛我们必须要画女的门神 中间这队是木归英 才有个蓝红玉 右边是万里花 细金莲 左边这个是红杨纸 还有花木兰 地方上请我们去画 它画起来就是保佑地方的平安 玉环门神话不仅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 对于研究玉环民俗文化 同样具有较高的人文价值 但随着社会发展 工业化程度提高 掌握油漆绘画手艺人越来越少 另一方面 庙宇日益减少 门神话的载体也随之锐减 这些都使门神话记忆面临淘汰的局面 就是19岁跟我父亲学起到现在60多岁了 一直跟着这个 门神话现在外面妙预理都不输求了 门神话有这么多年的历史渊源 我喜欢这种东西 所以我自己自发的真话 有时门馆局叫我们去展览 我拿去展览 坚持想把这个门神话发扬下去 门神话要把它认为在市场上去 把这个门神话 认为在公益品之内扩展这个空间 还有培养一半年轻人 把那个事业发展起来